去加油怎么会加到水呢 这么离谱状况发生在新北市新庄全国加油站 有民众加完油之后开了一段路 结果车子抛锚了 结果扯出了这背后真相 一检查发现油箱里有水 那么全国加油站则对外回应说 这应该是前阵子大水关系造成积水 其中油槽门孔阀门因为故障了 才会有渗水状况 妨碍车补充动力是开车组或机车组 每隔几天一定要做的事情 但却有人加油加到水 有民众投诉在新庄全国加油站 加了955千汽油后 开了一小段路就抛锚 拖到修车厂检查发现 油箱里面三分之一都是水 而且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那么多加油加一加回来的时候 也是奇怪为什么不舒服 那会多多多多 就你自己我修车都知道 我就来这个油抽出来 看真的是有油有水 从此以后就不去那边加了 四年前就有类似情形 但到底是为什么 那边雨是比较大 然后刚好地势的关系 那个部分人孔会去积水 那又碰巧 真空里面有一个小阀门 它发生了一些小故障 那那个阀门大概跟锚钉的大小差不多 是一个比较小的零件 那水就从那边伸进去 至少十位车主遭殃 新北市金发局接火通知 也派专人前来抽检 可能管线或是潮体有问题 水分才会渗漏进去 这部分就是针对油的品质 可能就会降低它的新碗值 初步检验新碗值都符合标准 是否真的有餐到水 还要进一步检验 全国加油站已经坦诚舒适 并全面检查翻修 避免类似状况再发生 也会补偿车组所有维修损失 记者邱容卿黄讯扬新北市报道